在Crypto來講一開始 我們交的時候呢 很多人會覺得哇 這班不是老千啊 老萬啊 老一啊 老一都出來 以前你去投這個去Toyota 然後你賺老錢 然後你就講 我這個東西很會 那個不是你會 那個是你的信念 現在是早上11點 謝謝 到Langkawi了 我們到Langkawi了 今天又是我新一支Vlog 我們現在人在Langkawi 等一下我就要帶你們去認識 認識我的師傅 就是CryptoMentor 在教我Crypto 教我Trad的一個恩師 只沒有他們就沒有今天的我 那個就是我一直提到的 David Justin David Young Justin Tan 跟David Lim 我會問他們一系列的問題 關於他們怎樣 創立這個David Justin 怎樣 接觸到Crypto 然後怎樣靠Crypto 起家 賺到他們的Banly 如果你們有興趣 知道這個題目的話 看完這整個影片 我一邊帶你們看這個 美麗的Pulalangkawi 同時讓你們在Crypto的知識上 有收穫 OK 我們等一下見 噓 誰沒有要叫我 誰沒有 誰沒有 哈囉 現在我們要去吃晚餐 OK 這尷尬了 OK 他在拍Vlog 這裡就是那個Hidden Bar OK 這個也是滿美的地方 等一下會有西洋 等一下拍給你們看 然後你看我看到那邊 有人在挖那個降落傘 不錯不錯 那西洋很美哦 然後後面是不是那個Hidden 我們吃飯的地方 上面還有人在喝酒 這種生活 賺錢的就是要來這種地方享受嘛 對不對 一年還是需要來一兩次這種retreat的 OK 放鬆一下身心 然後調整一下自己的思緒 重新再出發 然後好好享受這種 跟大自然結束的時間 準備 就是一個統一書這樣子 我們這個也是 敬服拍照錄音 錄音這些 OK STOP 來來來來來 來來來來來 為什麼 因為我沒有想到會有這個 好,我沒有想到可以 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三块收到的情况是怎样 还记得我跟你们讲的MACD吗 就是这一个 你看啊 那个30块的TRAPPERNUMBERSHIP 就是我已经在讲的0 to 1 里面就有讲到这个MACD OK 所以如果我们想要有一点初步的认识 这个方法的话 可以去MEMBERSHIP那边看一下 有30块的 各位可以看那个 我之前办的三天课 0 to 1 这个是 David Justin的 最Inner Circle的Inner Circle Training Class 这个课要2万块马币 一个人 如果你们要30块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 我已经有讲一个大概20%到30%了 这个Force 这个就是我讲的那个 循环 如果你们已经是MEMBER了 你们已经多了 我在Discord我还是一直跟你们讲怎样看 然后怎样用它 最近才用它这个方式 然后我讲Uptrend Jack ETH从360多 已经现在标到差不多了 396 OK 除了价值过后 差不多一天时间差了4.64% 如果你玩Course的话 就200多个% 因为ETH的那个刚赶着50倍 所以每找2块钱 你就找了1% 所以每找1% 你就赚了5% OK 所以这里是4% 所以每1%是代表50个R1% 所以这里4.64%的话 就是230%左右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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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首先我们是David Justin OK 为什么会讲David Justin呢 首先第一样东西是我们在Crypto这个领域来讲 不会讲很长 我在这领域已经有6年 然后当我们真的是想要把在Crypto这个领域的 会的东西把它交出来的时候 那一个时候我们就做了一个决定 就成立这个David Justin Academy OK 所以其实我本身是在2019年4月的时候上老师的课 那时候老师是交一个叫President of Cryptocurrency 是的 所以从那边3天的课就接触到Crypto 那时候在马来西亚没有什么资讯的 我就在Facebook看到你的广告我就去点咯 所以我老师的整个呈现方式是很风趣 很多人会误以为Crypto会很难 可是其实通过老师这样深入前出 那时候我才19岁 然后因为老师很耐心 他把那些看起来很简单的东西 你再问他他也会这样细心的去很耐心的去跟你讲 所以我从那边我虽然很小 可是我就这样慢慢开始去接触Crypto 好像是我的人生的转捩一点 因为我之前有尝试过很多事情都不是很如意 所以今天可以跟老师有比较亲密的关系 是因为我通过Crypto改变了我的一生 没有他们的话 我现在可能我还在挣扎在烦恼 我到底要往哪里去 OK 所以这个是我跟David Justin 老师的故事 刚才他们也介绍了他们是David Justin 就是Justin大老师 David Yang老师 跟David Lim老师 早期在14年的时候我事前接触 我们很特别的地方是我们的学校的人很少 其实我们全部都是同一间中学 然后我们的学校有一点点偏私人学校 偏私人学校的话呢 其实有很多同学他们是家境比较好的 其实我们三个的共同点是什么 我们的背景都不是讲不好啦 就是普通过得去小康之家 所以讲我们三个人可以谈得来是因为背景很相似 就是毕业了过后 每一个人做自己的东西了 他们两位就去上大学 然后我就在那一个时候就决定不上课了 出来奋斗的了 但是呢是因为过后我接触到Crypto的时候 其实他们也是差不多是进入到社会的 所以那个时候第一个我是通知他 我就跟他讲 我讲我最近有买了这个我们叫虚拟货币 叫Bitcoin 当时候我记得是差不多是500多块美金 我就跟他讲 这个东西不然这样一起买 所以那一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 我告诉他了过后不是 你知道他跟我讲什么 他讲哎呀这种东西看不到的啦 先看一下先 所以过后七到一五年的时候 那一个时候他就突然间有一个大棋 大棋的时候 我又在跟他讲我讲 你阿姨上次跟你讲的那一个你看棋了 然后他又在跟我讲说 看一下先 蛮夸张的 那一个时候是起到马币 2,800 等下先等下先 他说他叫我买的时候是1,800块嘛 我还记得那时候我是第一份工 我的薪水2,300 我就想我自己的开销1,000块 我拿1,800块去买了 过后我要怎么去活呢 过后就是讲 2015 那个时候已经翻了1,000 然后我就有问他 你还不要把钱套出来 放在美金也好什么的好 他回答了我一句是直接 让我印象很深刻 也让我真的去在这个行业里面做讨论 因为我问他 为什么你不要把钱转出来放在美金那边 他只是回答了我说 一年里面美金有可能4块变8块没有 因为Bitcoin是有可能的 其实那一个时候来讲 为什么会一起玩mining 是因为这一块我完全不会 我需要他们的一些knowledge 他们两位出身是IT出身 你知道我们以前接触mining的时候 他没有像现在这样容易的 现在数个东西是一台机的 你给他电话 你给他电话就走的了 以前全部东西是要偏向于manualset 对我来讲我肯定做不到的 所以我就需要他们 可是那时候DJ成立了还没有 还没有 还是各自做各自的 还没有 各自做各自 我们只是纯粹自己 自己在搞而已 然后mining 投了很多ICO 就这样 所以开始讲到mining 我们就开始进入mining 在mining期间 要时间setup的嘛 我们就form了一个 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pool 就投了很多不一样的ICO 那时候我们就讲 Bitcoin现在几千块了 这样的话 还会上多早 上多高呢 但是ICO全部是几角 几块 还甚至有些几分几里 对我们来讲 不然在买一点那边买一点 那就去买咯 一开始我们投了一点 也是有一点是输的 没有做listing的 但是慢慢的我们就去做research 然后认识了很多 Block圈里面的专家 我们就form一个team 然后我们就投了很多不一样的ICO 在那边赚了 一比更加大的 更大 它其实比mining算起来还要大 对 还有 还有 都还有再继续 如果以David来讲呢 因为他本身是做宠物嘛 这样其实他宠物那边 他照样经营的 只是因为他那一边是还有一些伙伴 像他本身毕业过的话 就是负责IT这一块的 跟accounting有关系的收费 他照样经营的 只是说David加信成立了过后 只有一个人是全力在David加信 就是我 像他们两位为什么虽然不是全力 但是也是需要他们 因为在学院里面 整个团体来讲呢 如果单凭我一个人的话 做不到今天的成绩了 所以需要伙伴来给我知道我的那个盲点 就是说只有他们看到 我有什么地方是应该可以进步的 我有什么地方是需要改善的 只有从旁观者才看得到 讲到David加信的时候 有很多人会问我们 为什么会形成一个教育 启发到做这个教育 做这个很奇怪 因为你抓 没有可能嘛 就是比如说 今天你只是投到你赚到钱 为什么我要交出去 这个很重要嘛 我们还记得17年的时候 开始赚到了 赚到了之后有点钱嘛 我们就觉得 我们去上一点课 看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做 我们就上了很多不同样的课程 所以上了很多不同样的课程的时候 刚刚我们就 幸运遇到一个恩师 那个恩师跟我们说 今天如果你要跑得快的话 你一个人跑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今天要跑得更加远的话 我们要一群人才会更加远 所以讲今天你能有赚钱的方式 为什么你不要交出去 这样的话会形成一个community 这个是可以走得更加远 所以今天为什么 David Justin Lockshare Academy 会形成出来就是这个原因 就是说 当初我们赚了一点钱来说 就是说 好像到人生的瓶颈这样子 就是你每一天的routine 是一样的 就是 Minding machine 那边可以check了 然后那个ICU那边放了 然后就是这样子 那遇到奇梦老师 其实最启发到 我们的是一个说 今天 你可以赚到钱 但是你可以带你的家人赚到钱 这个是很启发到的 就好像可能你要旅行 可是你只有你自己一个人 有本事去旅行 吧 不是每一个人有这样的能力 今天如果你可以让身边的朋友 家人都有这样的能力的话 我觉得比你自己赚到钱 会更加开心 然后在这三年的路程里面 我们看到有一些学生 可能有赚钱的也有 亏钱也有 就变成会弄到我们 好像很有那一些 Energetic的是说 他为什么会亏钱 我们要找出原因 可能是他本身的问题 还是我们的问题 这个就会形成说 我们每一天的那一个routine 就不是好像robot这样好了 对 我这边做一个 我也要做补充 一开始的 触发点 就是说有可能我们会讲 我们办教育啦 然后可能想要赚一些钱 还是什么都好 但是我们办了半年的这一个event 半年过后 我们开始出现亏损的现象 就是说做教育他不赚钱之余 他还要亏损 当我们看到要亏损的时候不是 其实我们开始就有一点点纠结了 其实我们应该继续走嘛 我们愿意交 但是还要交到铁钱 所以他就跟我讲过一句话 他就讲 其实我们出来交当初的初衷是在哪 这一句话的确就点醒了 当时候我的那一种纠结的心态 过后我们就决定了一样东西 接下来DJ 不管是赚钱还是亏钱都好 这个东西就必须要走下去 走下去的原因是什么 两个字 责任 就是纯粹责任而已 明白吗? 书就变成说很像刚才devin有提到的 我们在这段期间的所有的教学来讲 学生的输赢 就会成为大大的一个负担和责任 是在我们的身上 在我们的立场来讲 我们就会一直去想 这个东西要怎样解决 这个东西要怎样救 这个东西要怎样更好 确保说第一 不要有更多的学生发生同样的事情 第二点 这个学生已经出现亏损的状态 他要怎样让他反败为生 这个是我们会一直在想 一直在想的一个画面来的 我们现在走了差不多三年了 这三年里面就发现到 我们赚到最大的不是金钱 我们赚到最大的是一班信任我们的学生 这一个是我们最大的收获了 在Crypto来讲一开始 我们交的时候呢 很多人会觉得 哇 这班 不是老千啊 老万 老亿都出来 不是老钱啊 老万老亿都出来 还有学生问过我一样东西 是老师啊 你从2017年为交 那个时候比特币差不多去到最高的时候是2万 然后你可以交到从2万交到去1万 加到去6千 加到去3千 你还可以交下去哦 什么样的原理啊 其他学生不会问的吗 我就说比特币之前是几块钱 Justine买进去的时候是300块 他现在几千块还是很高啊 所以对我来讲没有问题啊 因为我们知道他后面的原理 可以让我们有一个足够的信心在那里 因为多少个风烂 我们经过很多次啊 其实当时候对我来讲呢 我已经麻了了 因为之前已经有试过大起 然后又大掉 只是变成说 我要知道为什么他会起 为什么他会掉 我要抓的是那一个 而不是去怨他说 哦他掉了 他造成我亏损 所以很像刚才很像刘洋有提到啦 的确有很多人会有很多偏见的东西 我们的想法很简单 用时间证明一切 只要传达出去的东西是对的 真的是可以帮助到学生的 啊这样ok啊 只是这个回答有一点关法 如果要直接回复那些 把Bitcoin当作是空的东西 是没有的东西 把Money Game 你们会怎样去纠正他们这个想法跟观点 太好了 你这个问题咧 我会这样答 首先我不会纠正 就为什么我要纠正的啊 今天我不是下来要改变世界的 信的人我们一起走 不信的人 ok hi 谢谢你的不相信 你的不相信 照旧我觉得我需要更强大 对我们来讲呢 我本身不是一个加密货币的粉丝 我不会跟你说 他之后有可能去一百钱一百万 这个我不相信 我只相信样东西是今天 加密货币它有可能是个趋势 这个趋势如果我做的好 我能赚钱 他上我也能赚 他下我也能赚 这个是我最重要的目标 而不是只是靠相信 他去到去不到 这个是今天还不到那个时间 没有人可以证明到的 以前我接触的时候 赚钱的东西是mining 15年开始你接触mining 16年开始接触mining 你怎样你都是赚的 当时候吹着的风是挖矿的风 17年吹着的风是ICU 然后18年的时候 它就是跌到最谷底 因为不管是项目也好 mining也好 都没有什么看头 但是在18年竟然红起来 一样东西叫做trade 就是所谓的期货的杠杆的交易 因为当时候它大跌 你什么东西都不能玩 你只能买它下 这变成买它下 是唯一个赚钱的方式 19年的时候 Market就跟你讲 鬼 这一轮要来一个 Security Token Offering的这个风 但是你希望万没有想到 这个风吹不起 竟然吹另外一种风 叫做IEO 2020年 这一轮竟然又吹一种新的风 为什么IEO没有东西 吹这个风叫做Defined Decentral Finance 就变成说 你不知道未来会吹什么风 但是关键是 它在吹着那个风的时候 你有没有办法抓到那个风 然后在那边抓别钱 这个是对我来讲 是比较实际的 其实很多人他们都会讲 我老了啦 我的钱够了啦 或者这个不是我玩这种 是年轻人玩的 那其实我想说的是 很多人都会讲 活到老 通常这些他们不要学习的人 我个人觉得他们是很自私 因为他们都是为自己 今天Bill Gates 为什么会成为Bill Gates 不是因为他要赚钱给自己 他要赚钱把钱捐出去给别人 他的想法是为别人而去赚这笔钱的 如果你说今天要给一个忠告 我们不要讲到忠告 就是好像一个分享 我只是会跟他说 今天如果你真的是很想要学一样东西 第一 你一定会自己去参与在里面的每一项活动 比如说你可以看YouTube 上网找资料或者参与一群这样的人 你参与这一类型的人 当然你的姿势就会自然的有 一个做五金店的人 为什么你问他赚多少钱 他就马上懂 浮动多少他就懂 因为他参与的是这一个圈子的人 那今天如果你真的是想 知道某样东西 你一定要去参与那一个圈子的人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最直接 而且又免费的东西 以前你去投这个去投这个 然后你赚了钱 然后你就讲 这个东西我会 那个不是你会 可能是你幸运 其实很简单的 先不要想太远 今天你要懂得先保护你自己 第一个东西你要会的就是 你要会知道什么时候应该买 什么时候应该买 因为其实市场上 不管是大白小白 就是会的还是不会的 他们很多时候都是在最基础的时候 没有办法掌握到很好 所以讲就变成造就他在过程里面 为什么会跌跌撞撞 所以讲所有的东西 你不管他吹着什么样的trend 什么样的风 他都撇不开trend 就是什么时候应该买 什么时候应该卖 所以就变成说 最基础 你一定要会懂得这些交易买卖 而且会懂得他的那一些 当时候的趋势 是值得买还是不值得买 你要赢 可是你怕的话 我觉得你会什么东西你都做不了 我们做什么东西都会有那个危机在的 因为你走路都可能跌倒 过马路都可能被扯闯 吃豆腐都会坑到 对 这个是真的 那为什么你还去吃豆腐 你还去走路 你还去驾车 因为我们需要做的是 处理那个风险 今天如果比如说你有一百块 你用一块钱去玩 那一块钱不见了过后 你能不能承担这个风险 如果你说你觉得你可以承担这个风险 像这份投资很值得去做 因为很多人只要想赢 不要输的 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东西的话 这个世界上就没有首富 也没有乞丐 因为全部平等 其实David Justin 他们是有自己的YouTube Channel David Justin老师听到会一直update一些加密货币近年来或有近期发生的事情跟新闻 或者是一些fundamental的知识 所以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他们的YouTube Channel我会放在这里 ok 然后也可以follow他们的Instagram 是ask 然后underscoreDavid Justin我也会放在你的资讯栏里面 所以你们有兴趣的话就去follow老师 他们可以继续看他们的金框 然后他们也有办课程 你们也可以去看他们有什么联络方式去找他们的 ok 好 所以谢谢三位老师 我可以给你们合照一下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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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也是很饿了啦 我就是这样差不多就这样结束了 ok 所以我们先去吃晚餐了 拜拜 拜拜 好 ajudar 抢